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10月21號 當台北股市來到了今天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的喔 今天跌44點 各位 當台北股市來到今天上漲 然後出現了開高走低的一個走勢 很多人對這個盤勢 我想應該又看不懂 到底是怎麼走了吧 對不對 但是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我說只要博樂指標 它是向上 它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看多不變 也就是這一波的台北股市 各位 從今天的台北股市的K線走勢來看的話 今天是一根長黑K 那每一次上漲過程當中 遇到這個長黑K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擔心說 這個地方還有沒有機會往上漲 我跟各位同事朋友講 這一波台北股市 微博從7200點 8月24號以來做多到今天目前為止 我給各位兩個方向去做 也就是說 昨天微博節目有跟各位講過了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看好的人 他會持續做多 但是也有很多說看不好的 那看好的人他會說 因為要送種選舉了 看不好的人是因為說 這邊漲非常多了 所以多跟空都有各自一套說法 但是事實上 來到目前的台北股市 我認為多跟空都可以做 重點是你該怎麼做 我們先從今天給會員的第一通訊息 來做一個說明 你會非常清楚 這是今天10月21號 早上9點10分 微博發給全體會員的第一通解盤 來你看我們怎麼講 台北股市從8月24號以來 各位8月24號就是7200點 就是這個地方 當台北股市8月24號出現了博樂指標向上 從8月24號以來到今天為止 已經上漲了兩個月了 對不對 台北股市的博樂指標 到今天目前為止 已經進入高檔區了 好 如果未來一旦博樂指標它轉為向下 台股它會有一波的拉回走勢 8月24號以來 我們都是偏多操作 但是接下來 我們會多空都做 好重點來了 各位 那這樣的話 你會認為說 又要做空又要做多 你會不會錯亂啊 各位同志朋友 台北股市從8月24號以來 微博只有一個方向叫做多 不管是這邊的拉回 不管是這邊的拉回 我們都是一路往上做多操作 我沒有去放空 原因就是因為台北股市它還具有漲勢 但是這個地方我剛才講過了 微博從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包括連昨天 各位 微博都一再跟各位講 目前台股的博樂指標 已經進入高檔區 所以你要提防是什麼 目前指標還是向上啊 所以我昨天說過啊 如果還是向上代表這一波 看多是沒有改變對不對 但是各位 如果哪一天向下呢 你有沒有想過那個問題 當哪一天台北股市 如果轉為向下的時候 各位台股市會拉回的呢 漲多的過程當中 就算是多頭都會有拉回走勢 就算是多頭都會有拉回走勢 只是那一天什麼時候成立 當不論是比較向下的那一天 那到今天向下了嗎 還沒有啊 所以你應該做預防的動作 到目前這個階段 也就是台北股市已經到8600點了 很多股票事實上 因為已經來到高檔區 甚至有很多股票 已經從高檔區跌下來了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要現階段做放空 我認為沒問題 你要做空的個股 我再次跟各位強調 如果要做多個股 要以博樂指標向上為主 如果要放空個股 當然就要以博樂指標向下為主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通 第一通訊息 就是在跟我們的會員報告 我說未來如果一旦轉下 台股仍會有一波拉回走勢 從8月24號以來 我們都是做多 但是接下來 我們會多跟空都做 怎麼做 做多要買進博樂指標 向上的個股 但是放空 你要買進博樂指標 向下的個股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應該弄不清楚 台北股市 我們先這樣講好了 看空的人 我們先針對看壞的投資朋友 好不好 你一定會很納悶的 這個盤情漲到了8600 還有股票會漲嗎 各位 如果你買的股票 是屬於博樂指標向上的 當然還有機會會漲啊 我舉一檔例子給各位看好不好 來各位 這一檔是3673 FTPK 做多的人今天應該都會講它啦 今天TPK拉到漲停板 在今天TPK之前 來我們來看一下 TPK今天拉到漲停板 在今天TPK拉到漲停板之前 TPK是這樣子 漲上去又跌下來 漲上去又跌下來 但是前一波它又這樣子跌下來了 來各位 我先講一下 所有的操作都要有依據喔 如果有依據 你會非常清楚明白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依據 你按照博樂指標 你想要做多 你去選擇博樂指標向上的股票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TPK的博樂指標 這是TPK 這是TPK的博樂指標 來各位 我們拉近確定好了 這是3673 FTPK 到今天21號 這是日線 各位 前幾天的TPK在震盪整理 它沒有漲 但是我請問喔 好我們講昨天好了 不要講今天 到昨天之前 請問博樂指標是向上還是向下 今天TPK拉到漲停板對不對 但是在昨天之前TPK 是沒有漲的 請問一下 它是向上還是向下 東城線35 趨勢線31 請問是向上還是向下 向上嘛 那各位 重點來啦 做多 如果你做到博樂指標 向上的股票 它會不會漲 為什麼今天微博要跟各位談到TPK 我給各位看一通訊息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知道了 一般來講的話 TPK是我們會操作的個股 因為事實上 微博之前前一波也有操作過 這是今天10月21號 11點15分 微博發給會員的訊息 耐心成就大獲利 恭喜會員手中 3673 FTPK 功上漲停 續報 感謝感恩 好 各位 如果你認為微博是看到了今天TPK 然後我請會員今天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去請會員去做買進的話 然後今天鎖漲停 那我跟各位講 沒有什麼了不起 微博帶會員 我秉持的一個原則 一檔股票我要買在它沒有發動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看到它快漲停的時候 趕快請會員跳進去 然後買進去的時候 哇 鎖漲停 我今天在節目上面跟各位做報告說 我的股票漲停板了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如果一檔股票 它不是在之前做買進 我這樣舉例假設好了 我今天尾盤才叫會員去買漲停板 如果明天跌的話怎麼辦 完全是為了在電視上做表演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在今天公賀TVK漲停的時候 微博是什麼時候 帶會員做買進的 我給各位看 我們總共買了兩次 第一次是在10月2號 來各位 10月2號在這邊 這邊 這是我第一次請會員做買進的時候 當天是從78塊漲到81塊 所以81.4我們第一次買在哪裡 各位我買了81 沒錯 這是10月2號 第二次買進在這邊 10月7號 10月7號的時候 3673分TTK因為30分線 不日子比較短上 請會員80.7左右一樣 因為第一次這個叫買進 第一次這個TPK這邊買進叫基本單 第二次80.7這個地方買進叫加碼單 也就是第一次買在81 第二次買比較低買80.7 我們都是在這個位置 去叫會員做買進的動作 那為什麼我們會去買進呢 我們的訊息內容其實有講 10月2號這一天是 博樂指標向上 10月7號這一天是 30分線他也轉上 好各位 10月2號是哪一天 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我們拉近一點看 我把時間點TPK回到104年10月2號 這是日線 好我們看整體 也就是你看到這個游標這個地方 這一天是10月2號 好 當然10月2號這一天 原本從整理過後拉回的TPK 出現了一個狀況 我們拉近一點看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向上 我把它十字游標拿掉 向上箭頭 當這個向上箭頭跟你講什麼 跟你講說這一天的TPK 出現了博樂指標向上 所以當這一天出現博樂指標向上 一直到今天為止 它都是博樂指標向上 那我剛才講過了 我說買進的股票 如果你現在要做多 你要以博樂指標向上的股票為主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台幣股市漲到這個地方了 沒有股票可以買了 我說怎麼會沒有股票可以買 如果你有博樂指標 因為博樂指標有一個功能性 然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叫做博樂選股的功能 各位博樂選股功能裡面可以選出多方 日線多方的第一天 日線空方的第一天 如果你要做多 你就是用日線去用多方 去選第一天上漲股票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股票 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都有第一天博樂指標向上 那當時候在10月2號 為什麼微博會請會員去買TPK 當時候TPK的博樂指標 在這邊出現了向上 所以我們去做買進的動作 買進去之後 然後不就這樣子上漲嗎 所以我們的訊息的內容 就是這樣發的 當第一天買進去的時候 是因為它博樂指標向上 然後後來才做一個加碼 然後你才有辦法看到 今天的漲停板 而不是今天去追漲停板 這是我們一概的操作邏輯 也就是說現階段的操作方式 來到了8600 你還想做多賺錢 你要選擇博樂指標向上的 當然反過來講 如果說你想做空呢 各位 目前為止 因為大盤已經來到8600點 有很多股票 我剛才講過了 事實上 已經來到所謂高檔區 比如說我們叫會員買進的 各位 到今天為止的TPK 也來到了42而已啊 它並不是進入高檔區啊 但是事實上 有很多股票是來到高檔區的 舉例好不好 來各位 比如說 2497一粒電 如果你想放空的 不就放空一粒電會最好嗎 那如果之前一粒電 你去做放空放空 它會被往上嘎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位置點去做放空 你會發現這個位置點做放空 你會賺到錢 那反過來看 為什麼這一段的一粒電它會下跌 每檔股票都可以用博樂指標看啊 這是2497一粒電 今天跌了5% 好 這是一粒電的博樂指標 我們來確定一下 2497一粒電 沒錯 之前一粒電為什麼會上漲 因為之前一粒電上漲的原因 是因為它博樂指標向上 就算它博樂指標向上 它股價被壓回 但是因為它的方向沒有改變 這個是因為30分線 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講 如果它的日線向上 代表它的趨勢沒有改變 所以為什麼它上漲 但是各位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當這個地方出現了向下 48塊這邊出現了向下的博樂指標 它跟你講什麼 好我們看整體 原本的漲勢很抱歉 它被改變了 當它被改變的時候 它的方向是向下 如果你偏偏做多做多做多 你會發現它今天跌到42塊 如果這一檔股票它是向下過程上 能不能用反彈來放空 用反彈來放空 所以剛才衛博跟各位講了 所有的操作 當你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用了日線的博樂指標 然後選擇向上股票做多 那你用了日線博樂指標 向下的來選擇做空 目前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這樣子才可以恢復到 剛才我講的 因為台北股市其實已經就入 所謂的高檔區了 現在台北股市什麼時候 都會比較大幅的拉回 就必須等到日線博力向下那一天 我不曉得哪一天 搞不好是明天 搞不好是下個禮拜 搞不好不會 但是我跟各位講 就是要有一個依據 你才有一個方向的遵循 當你有一個遵循的依據 你操作才不會亂掉 你才知道你買的股票 到底現在是漲真的 還是跌真的 你會有一個依據 所以為什麼我才說現階段 在這個位置點 我們多空都會做的原因 就是在這地方 你可以了解意思嗎 那很多人會想說 那博日指標的運用 難道只是這樣子嗎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微博在節目裡面 一直跟各位講 操作要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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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你要確定方向 我舉例啦 在今天 漲停板之前的TPK啊 它今天漲停板之前 它的走勢是這樣子 橫向震盪 我請問各位 它有沒有拉回 你知道其實 包括連微博的會員喔 因為我們帶會員 操作TPK的時候 並沒有馬上漲 你會發現 我們第一次買進TPK的時間點 並不是今天買的 我們第一次買進的時間點 是在10月2號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不講加碼了齁 因為10月7號我們有在加碼 我們就光講10月2號好了 從10月2號買進TPK 到今天漲停之前 它是怎麼走的 漲上去給你拉回 漲上去給你拉回 各位啊 這就是股票操作最難的地方 也就是最多人沒有辦法賺大錢的地方 因為一檔股票 它通常在你賺大錢之前 它一定會給你磨難 它會給你折磨 它會讓你感覺它不會漲 如果微博沒有博樂指標的指引 比如說好了 微博在帶會員買進TPK 沒有因為博樂指標指引 當它10月2號是這一天 然後博樂指標它都是向下的 各位 微博抱不住 微博不會去買它 微博甚至會停損它 但是因為它的博樂指標是向上 它告訴我 雖然TPK的股價是進入震盪 但是它的方向沒有改變 你要有耐心等到它往上漲 所以我們今天在漲停的過程當中 微博就跟我們的會員講 耐心它才能成就大獲利 很多人在用操作的過程當中 他不曉得漲到底是漲真的 還是漲假的 往往漲上去 他認為是漲真的 但是馬上跌回來 但是有很多狀況是跌下來 是準備後來要漲 如果你沒有一個依據 你會喪失機會 同樣反過來講 如果一檔股票的博樂指標是呈現向下 當一檔股票如果博樂指標呈現向下 你偏偏去買它 各位 比如說我們舉例給各位看好了 這叫8383千負 所以微博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這一波的千負 之前很會漲 最近都在跌 那為什麼最近會跌 所有股票都可以用博樂指標看嘛 這是8383千負 這是千負的博樂指標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它 之前為什麼它會漲 因為它漲的原因 是因為它博樂指標這邊向上 表示它的趨勢是向上沒有改變 就算漲上去拉回 漲上去拉回 你都不會因為這個拉回 而被洗出場 從波段的角度而言 因為日線代表波段嘛 代表趨勢嘛 只要日線沒有向下以前 它的方向都是向上 當它的日線一旦轉為向下 就算有反彈 就算有反彈 你都不應該站在買方 如果你站在買方 你會發現 你買進去會套牢 買進去會套牢 因為它目前的方向是向下 所以各位的朋友 一檔股票 難就是難在這邊 很多人賺不了錢 原因也是在這邊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微博才跟各位講 為什麼要有一個操作依據 所以我們提供給各位 是希望這樣的方式 很簡單易懂 讓各位一看清楚了然 事實上 博日指標還有相當多的功能 很多功能 微博其實在之前的節目 都有跟各位說明了 比如說一檔股票 它可能會有高點低點 但是你通常是這樣子 一檔股票是噴出 漲上去噴出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才知道 因為它漲停了 因為別的老師在講了 你才會心動手癢去追高 你明明都知道說不能追高 但是你常常買的股票都追高 等一下我們會針對這部分 來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目前有非常多的股票 都已經來到高檔區了 我希望各位可以了解 來到高檔區的股票 不要再去追了 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請動手 可以了解 消息一下 不便宜 無可救 不便宜 全部都故陳老師 金棒價55折 陳老師金棒價55折 恰恰人真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休息有恩来 额排气密床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在节目里面呈现的是让各位知道我们的操作方法 所以其实微博在节目里面很少说我们的操作绩效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绩效 而是我认为那一点不重要 比如说好了 刚才跟各位提的TBK 如果你要讲说这两股票为什么涨 我刚才跟各位做解释过了嘛 它就是我们操作个股 其实我们不只是 各位 6214金城 302901 各位这个都是我们一路带会员操作的 6214金城 这都是一路我们带会员操作的股票啊 给各位看证据啊 那为什么之前我都不提 这是我们买进金城的讯息嘛 对不对 买在51块嘛 今天来到了63块4啊 那51块为什么会做买进 一样嘛 当时候的波瑞指标向上 来来我给各位看 我们用短 用那个时间 因为我们时间并不多 所以我大致上交代一下 6214金城 为什么我们会操作它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6214金城的波瑞指标都是向上 但它涨势没有那么干脆啊 涨上去可以拉回 涨上去可以拉回 我们是做波段啊 我们波段从51块报到今天为止啊 所以我们的操作 其实微博在节目里面 没有明显去呈现 是不希望各位陷入一个迷思 我们都用绩效在吸引各位 因为你现在打开电视机 每个人都用讲绩效来吸引各位啊 我希望各位重视是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到底你认为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不对 那你可以用你认为对的方式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追求获利嘛 对不对 我的方法没有百分之百 我的方法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我的方法也会有停损的时候 但是我们讲求是大赚小赔 这样的方式 我们是完全交给各位的呢 我们完全会让各位很知道 清楚怎么运用 因为我昨天有讲过了嘛 在操作过程当中 很多人学习博论指标 我们是不选择的啊 我们把所有的操作方式 完完整整包括说明书 包括影片教学 包括提供我们的专线一对一 就是要各位学到会啊 所以如果你有心 我们一定是尽全力的啦 台北股市来到这个地方 微博免不了要提醒各位的朋友 台北股市还是多方没有错 但是有很多股票 已经来到所谓高档区了 博论指标它有叫做高低档之分 什么叫高低档之分 各位 之前我都给各位看过了 我们在博论指标教学里面的第二条 有很明显把高档跟低档做一个区分 来到高档的话叫做80到90 所以你看到博论指标如果来到80、90 这个都叫高档区的 博论指标向上它还有机会涨 但是来到高档区你要小心谨慎 比如说我们举例好了 举例比如说我们昨天举例的这一档 叫8383千负对不对 你会发现最近的千负就是不涨 那最近千负不涨的原因是因为 博论指标向下 它必须等到下一次博论指标 再向上的时候 像这个地方向上的时候才会涨 重点来了 各位当千负来到这边 博论指标低档向上 不晓得涨涨涨涨 涨上来到这边的时候 很多人才开始追 那来到这个位置点请问一下 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比如说我们随便看好了 我们不要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边 来到这个位置点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了 我刚才给各位看过了嘛 来到90、80、90都是高档了嘛 那请问一下来到这边高档 它还会涨啊 为什么 不论指标还是向上啊 所以它还会涨啊 但是这边涨上来你去追价 你认为你可以赚到大钱吗 来到高档的股票应该怎么样 我再次跟各位强调 目前有很多股票因为它会涨 它会吸引你跳进去 但是有很多股票是来到高档的 所以来到高档股票 应该要有风险意识 不要只是想到赚钱 来到高档股票里 如果没有风险意识的时候 一旦它开始转为向下 它就会拉回 这什么时候转为向下 我们拉近一点看好了 这边 66块这个地方出现了转为向下 博论指标向下 如果向下你不晓得 好我们看整体 从66块跌到今天 各位今天多少 55块啊 这样子也跌掉了11块钱 所以一档股票 博论指标向下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小心谨慎 这一点是会不要提醒各位的 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可以做多 可以放空 做多的要以博论指标向上的 放空要以博论指标向下的 比如说我们做的 为什么经常还在涨 因为京城的博论指标 它是向上的 懂我的意思吗 只是它也当然来到高档了 不要再去追高档的股票了 那这边要特别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一次微博特别跟公司争取一个降低门槛 创造双赢的机会 请各位可以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我希望在未来台北股市 难度增加状况下 你们都可以有很好的工具 来面对未来的台北股市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好好把握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古之中的长征军 陈凳斗铺 值得的托付2752-586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药庄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养养世间内情无 仲敬一句 伯山 伯水伯青漆 在回来心爱无言的老人 五声那兄 风吹风吹 是